大批远警攻堅破门 冲进住处 合影检犯被远警压制 没有吓坏连上衣都来不及穿 同样被压在地上 会这么大动作歹人 全是因为这名红英男子 前一天在迪化街动手砍人 会议男子神情痛苦 全身是血倒在血泊中 救护人员赶紧帮他做初步包扎 附近邻居听闻全都吓坏 这个人吵架 然后有一个在喊说 不要打叫 不要打叫 有时候就一个人趴在那边 在跟我们前面 早上下午台北迪化街惊传砍人案 警方扩报调阅监视器展开追查 发现陈姓嫌犯动手完后 从巷弄小跑步逃离 并在延平北路上了计程车 一路往三重方向行驶 但怎么会动手砍人 原来陈姓嫌犯与正姓被害人 是灵性女子的现任及前任男友 因为经常被正姓男子骚扰 加上怀疑吸毒遭对方检举 其的陈姓嫌犯设局砍人 拿折叠刀行凶 造成被害人 左上背及右大腿各有一处刀伤 警方进一步追查 发现嫌犯禁食同气犯 一路躲避茶器 这下因感情纠纷 引发杀鸡被带个正着 记者年幼城彭新美台北报道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